UPSR考試來臨 大家都很努力讀書 只有小明每天睡覺打的game 考試對他來說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有喝Good Morning紫薯藍莓18股糧 所以他的視力驚人 讓他在考試作弊的時候所向披靡 他只需要左右望一望 便可以看到遠處同學的答案 甚至連小抄裡的答案都可以寫得很小 放得很遠 所以一般上老師根本說不到他在作弊 所以我說同學要聽媽媽的話 記得每天要喝Good Morning紫薯藍莓18股糧 讓你擁有像狗一樣的視力 同學你作弊啊 老師你怎麼知道我作弊 老師很熱耶 老師我真的沒有作弊啊不要這樣 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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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很大力越來越大力了 今天我終於可以知道唐聖肉了 我要青春常駐永遠美麗 哇老尾什麼年代了還要吃臉北的肉 你要青春常駐是嗎 你懂你那個朋友啊 白骨精的那個什麼狐狸精啊 你看他們instagram 人家現在擠在幾天吃那個什麼 Good Morning紫薯藍莓18股糧啊 吃到幾美啊 哇,这两个死小婆啊 竟然还变成网络红人 诶,Spider-Man 哪里有的买那个Good Morning直属拉面18股粮? 林北那天去超级市场就那时候 好像有看到咧 我的女朋友Spider-Girl也是online买的嘛 阿普连巴马信马是有 走 喂,喂 喂,你们没有解开我就走啊 哪里有蜘蛛精啊 喂,有没有人 放林北走嘞 喂 不要给你们怪兰啊 你们叫猪八戒来找你啊 阿茨是一位害羞的医科系大学生 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因为她每天只对着课本在研究人体 有一天她在马路上 撞到了体弱多病视力有问题的苦情女阿茨 结果一撞就一见钟情 阿茨看阿茨行动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所以好奇心驱使之下 便像痴汉一样尾随她回家 但阿茨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阿茨在阿茨家的窗口默默的看着阿茨 发现阿茨有眼疾又体弱多病 心里产生了同情心 其实根本就是硬了 阿茨就读一颗系 知道紫薯和蓝莓对势力有帮助 所以便到市场买了紫薯和蓝莓 偷偷放在阿茨家的窗口 结果不小心被阿茨发现了 于是灵机一动的阿茨突然学猫叫 让阿茨以为自己是猫 没想到阿茨还真的以为 猫送东西给她吃结果就收下了 真的是只有智障才写得出这种剧情啊 于是阿茨接下来的每一天 都到阿茨家的窗口偷窥 阿不对是窥探他的生活 而且还每天买了紫薯和蓝莓 放在窗口给阿茨 两人也每天在窗边用猫语交谈 仿佛人寿教阿不对是人猫恋 阿茨日复一日的在窗口看着阿茨的生活点点滴滴 陪伴着他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甚至看他换衣服阿不对是烫衣服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有一天阿茨在窗口突然发现 今天的阿茨有点不对劲 好像能看清楚东西一样 阿茨 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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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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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财富 财富就是健康 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让你拥有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在全马各大supermarket和便利商店都有贩售 或上网到 www.goodmorning.com.my 忘了讲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吃了都眼睛好 一天飞机四四掉进了海里死光光 刚好只有两人生还 他们也刚好漂流到了荒岛上 岛上没有东西吃又饿又冷 过了几天生病就快要死掉的时候 又很刚好的从海上飘来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 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两人用尽了各种方法把罐头打开 填饱了肚脊 本来的病也痊愈了 最后两人靠着最后的体力等到的救病 也捡回了一条命 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是营养极高的健康饮品 能够让你的身体保持最佳的状态 还能够增强你的视力 永保健康 从此以后心存感恩的两人 便约定在每年的五月初五 买一大堆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到码头集合 然后一起将Good Morning直属蓝莓十八股粮 丢进海里 希望能救到下一个流落荒岛的难民 慈善局在获得各大媒体的热烈报导之后 他们终于也被警方逮捕了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往海里面乱丢东西 那是不环保而且是犯法的行为 谢谢收看 请大家赶快上网购买 紫薯蓝莓十八股粮 此而让你年年十八荣光焕发一朵花